在陡峭的悬崖峭壁上 秋沙鸭妈妈为了躲避天敌 他们选择了狭小的山洞作为御厨场所 每到阳川四月 就是秋沙鸭妈产完御厨的时候 他们每天产下一枚卵 15天后就有了满满的一窝袋 产完蛋后 鸟妈妈就要开始辛苦的孵蛋工作 他们拔下自己身上的绒毛 给蛋蛋们保暖 这是痛苦的过程 却是一位补青 为了孩子心甘情愿做出的牺牲 孵蛋是一件枯燥的事情 为了确保温度的恒定 鸟妈妈每天只能外出一次到两次 每次外出觅食大约一个小时 到了雏鸟快要破口熬出的时候 每天只能出去觅食20分钟左右 孵了30天后 小鸭子猛不愈儿童地破口熬出了 真是让人兴奋的时刻 等到小鸭子猛身上的绒羽都钓干 鸟妈妈就会带着它们跳下悬崖 离开这个出生地 不会再回来了 鸟妈妈率先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它站在马路上 呼喊着鸭子猛跳下去 小鸭子猛也很勇敢 它们想也没想直接跳了下去 一个个小鸭子像乒乓球一样 在悬崖上弹了好几次 看着就很疼 小鸭子最后落在马路上 缓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在妈妈的呼唤声下 小鸭子猛都聚齐了 小心翼地过了马路 跳进了湍急的河里 跳下悬崖是小鸭子们 生涯中的第一课 它们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眼前湍急的河水 就是非常凶险的一关 我们人生路上也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一帆风顺的 孩子遇到了困难 还需要自己不力去面对 秋沙鸭是第三季冰川气候 残存下来的物种 距今已有一千多万年 它们虽然不会说话 却用行动教会了我们许多